原标题 朱一龙开启霸平模式 这次新剧除了赵丽颖还搭档张汉诚最大的反派 自从镇魂火了以后 剧中两位男主朱一龙和白鱼也是跟着大火 特别是居老师朱一龙自走红之后 变片约不断 除了各种采访时尚代言外 电视剧资源也是好到爆 可能在镇魂之前 还有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朱一龙的存在以为 他是刚出道的小鲜肉 但事实上朱一龙已经出道很久 一直在再生源 大名嫔妃 米月传 我的爱对你说等多部电视剧中担任男配角 发展一直不温不火 没有太多观众注意到的 直到今年凭借在网剧镇魂中 成功出演黑豹是神位一角 从而为观众所说之 人气大胀 同时他也为该剧大展歌后 现唱推广曲时间飞行 随后又搭大赵丽颖 冯绍峰在古代社会家庭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中出演齐横一角 在剧中和赵丽颖饰演的明兰 上演从初间变相互清晰 但因家族权势等原因而相互错过 相忘相胡的虐恋 相信有了赵丽颖的加盟 朱一龙这次能再次大火一把 而在与邓伦 杨颖出演的都市剧《我的真朋友》中 化身室内设计师为梦想之笔 同杨颖和邓伦上演一场三角恋 对此有不少网友预测 这部剧将要带火邓龙这对新CP的作为明年的重头大戏 到目笔记重启知己海听雷 主要由朱一龙 胡军 陈楚河等三位魅力十足的演员主演 他们将为我们演艺无邪 张喜玲 胖子铁三角在十年之约结束后 重新为了亲情 友情 而再次踏上新的冒险之旅 对于朱一龙所饰演的无邪 粉丝们都表示深感期待 由他和张汉 高俊熙搭大主演的音乐偶像剧《夏梦狂》失去 也将于不久同大家见面 据悉朱一龙这次首演大反派 不同于以前所塑造的暖男形象 在本剧中上演处处陷害张汉 同张汉强女主的《幻怪男二号》 虽然大家还没看到朱一龙在剧中的表现 但是相信凭借他教好的外形和出色的演技 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令人惊艳的大反派 其实朱一龙的走红是必然的 他的成名之路有点类似劳魔赵丽颖 在成名前经常在多部电视剧中担任配角 每年基本都有几部作品 出来同大家见面 虽说成名比较晚 但是前面的演员磨练生涯 可以说为他现在的发展 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让他的演技得到一定的磨练 再加上他本身比较柔细的张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